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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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MVA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get到呢? 其實我們就是 故意設計 想要由一個36歲 10年後的自己寫信 給現在的自己 告訴我說 其實你所經歷的這些 break up heartache 心痛心碎 它會讓你更強壯 而且you will be fine everything will be ok in the end 你會沒事的 所以才要透過那三張拍例的帶我到之前 會勾起我一些 難過又快樂 五味雜誠回憶的地方 尤其是上一段感情 重新去revisit 可是我自己去revisit才發現 其實我自己一個人我也ok 然後我可以重新去面對那些回憶 然後也知道說自己現在更強大 所以可以好好的放下不捨 整首歌想要表達的是 就是我26歲最重要的題目 就是很多東西 就是要放下 好老靈魂喔 但很多東西就是在那邊糾結 其實是很於事無補的 所以這是我26歲 最想要透過這首歌 傳給大家 很多東西就放下 放下放下 everything will be ok in the end if it's not ok it's not the end 好這是我畢業之後三年第一次回到我的母校UBC Pharmacy 所以大家看後面那邊是Pharmacy School 是我每天之前在這邊上學四年的地方 然後我剛剛就是在來的路上 其實真的是非常興奮 但是一下來都覺得哇好多回憶 所以尤其在這個山球上面 我們常常放學就會出來這邊 然後跟朋友一起就是hang out 然後我這邊買一些什麼Starbucks啊咖啡啊等等 所以大家敬請期待記得要繼續支持這個26 也就是對今年26產出的作品 好我們繼續拍 bye 嗨 這一次拍攝基本上是我算是監製 然後不管是音樂或者是拍攝方面 像很多道具要自己去買 然後故事腳本也是 我就是故事想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前幾天我每天都在shopping 然後每天都在確保 checklist 有什麼東西要帶我服裝也是自備 然後也是自己化妝自己梳頭髮等等 就要確保所有東西都有 所以其實雖然在拍很明顯 但我腦中其實想著很多 哇接下來要幹嘛 接下來要幹嘛 要確保都是on track 所以我覺得 definitely 這次拍攝真的是stressful 非常高壓又很高溫 但我心裡是非常滿足 因為跟這麼棒的團隊合作 真的是非常開心 我希望十年後的自己 因為劇情裡面是十年後的自己 跟自己現在說 everything will be ok 我希望如果我現在期許十年後 三十六歲的Ariel 我希望她是有一個很幸福的家庭 然後她就是每一天就是只要單純的快樂 健康平安 然後如果有小孩子 小孩子快樂平安健康 我覺得這樣就足夠 我就滿足了 然後希望還可以做一點音樂啦 然後希望是能夠在加拿大這邊 能夠開始慢慢準備養老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首二十六 真的是我費盡心思 特別邀請這麼好的團隊一起做出來的 希望大家能夠感受到其中的用意 還有好好去體會歌詞裡面 我所傳達的 那麼希望大家不管是現在幾歲 希望我們每一個人真的是都能夠學會 對有捨有的 能夠拿得起也放得下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 趕快去看MV去聽歌 你還很期待再趕快錄另外一個新的MV嗎 當然很期待啊 大家要不要來個二十七還是二十八 還是要怎樣 每一年都要有一個嗎 那請大家贊助我 這個請打這個專線 歡迎接受任何的補助跟贊助 謝謝 謝謝 我要坦誠 這次對你 對自己坦誠 如果心疼 為什麼還是 重複了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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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期待 謝謝 謝謝 我想請 感谢观看